王品集團旗下的台菜館 風和日曆在去年開業 沒有想到淬汗新北市土城的一間火鍋店 壯名了被制裁局認定不得註冊 而就在上個月的時候 王品已經小小的換上了新的招牌 改名為風和 而這也是王品集團27年來 第一次旗下的品牌被迫更換名字 乳白菜加入扁魚快炒 經典台菜色香味俱全 王品去年的新品牌還找來導演吳念珍站台 如今卻鬧出壯名爭議 南京東路上的這間風和 原本叫做風和日曆是王品旗下的台菜館 但最近因為壯名爭議只好改名 王品旗下的風和日曆開業不到一年 就遭到制裁局認定不得註冊 因為位在土城的一間鍋物 名字同樣叫做風和日曆 雖然寫法不同買的也不是台菜 但同屬於餐飲業還是會混淆 就算風和日曆鍋物已經在上週結束營業 但還是保有商標權 他之前叫風和日曆 雷才剛改不久而已 他的商標雖然在經營上有短暫的協業 可是這個商標權還是在的 比如說他沒有超過三年持續沒有使用的話 那這個商標權記錄一直會受到保護 王品雖然早在去年11月就提出了風和的註冊申請 但直到今年6月才核准通過也創下開業27年來 第一次大動作改名 王品也回應因為內部也習慣叫做風和 所以乾脆直接改商標 並砸下百萬元重改招牌以及店內裝潢 最高法院也是有肯定這個見解就是說 先申請的這個商標權因還是要受到保護 那雖然說王品在後面他的行銷可能能力比較強 可是對於那個前面註冊的商標權人 如果有可能造成混淆的話 還是要以商標權人的利益為準 同業撞明打法院戰恐怕最後商極的還是企業形象 不如退一步換名字再重新出發 董森台經新聞 薛小竹 楊昭台北報導